哈喽弟兄姐妹朋友们 欢迎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当没人看见时 我们是怎样的人 我们看一处的经文 诗篇的第十五篇 第一到第五节 他说 耶和华 谁能居住你的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他不以舌头 缠绑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随伙 毁放邻里 他眼中藐视匪类 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发了事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他不放在取利 不受贿赂 以害无辜 行这些事的人 必永不动摇 以故的John Wooden 他曾是一个出色的篮球教练 是一位活出真正品格的人物 在他其中的一个引述说到 他说一个真正受到品格的考验 是当没人看见时 我们是怎样的人 当没人看见时 我们是怎样的人 当没人发现时 我们是否会隐藏一些我们做过的事 是我们其实是不该做的 当没人发现时 我们在看或者是在听什么 当没人看见时 当没人看见时 我们是怎样的人呢 正正的 就是真正的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就是正直的心 诗篇的第十五篇 大卫他解释 一个有正直导向的人 得着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 诗篇的第十五篇 第一节他说 耶和华谁能居住在你的帐墓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其实在整个经文里面呢 他有问题 他有答案 他也有应许 在这第一节里面 大卫他问 谁能被欢迎在神的同在里 谁能与神走在一起 神会保护和支撑着谁呢 答案就是在第二节 他说就是那些行为 正直 做事 公义 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这三样特质 结合起来就成为正直的数字 第一个 正直的人 首先他就是一个心里说诚实话 他不以舌头来毁谤人 他不恶待朋友 不毁谤 他不会做出一些不尊荣神的事 他会敬畏神 正直的人会以神的眼光来看待生命 也看待人的 一个正直的人第二 就是他行为正直 他会遵守诺言 纵然因为守诺言而面对一些事情的变迁 和导致自己受损的话 也不会食言 他会选择 尾声 而不会先选择方便自己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选择方便自己 我们已经违背了一切我们所说的话 他不会放在取利 不会受贿赂 而害无辜 有些人因为热切追求金钱 为了得着他 宁愿改变神赐给他们的那种道德标准 或生活方式 假如金钱呢 已经成为你一种生命的一种控制的力量 你就非要好好的去约束他不可 否则他就会伤害到别人 他还会破坏你与神之间的关系 第三 生命得以巩固 生命得着稳固 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行这些事的人 必永不动摇 在洛杉矿的北部 有一个六个旗帜的摩树 山的游乐园 参观这个公园的游客呢 可以乘坐电梯 到达一个高耸的高望塔 并且他们可以在那么高的一个地方呢 来欣赏整个的公园 来欣赏周边的地区壮丽的景色 许多的游客不知道的是 该塔最高点 任何一方向他摇摆的系数 均为7英尺 也就是2.13米 万一发生大风或地震的时候 这个塔楼 他很有可能会来回 摇摆14公尺 对不起 是14英尺 4.27米 这个高塔 肯定在那个时候 会非常的摇动 但是他的基础 依然保持牢固的状态 在我的结论 这一位注射的篮球教练 John Wooden 他还有另外一个引述 他说要关注我们的品格 多过我们的声誉 因为我们的品格 才是真正的自己 而声誉呢 只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而已 愿神赐福大家